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点藏在他最后那一条付注条款 今天好好来琢磨一下 而大家更关注的是 习大大会不会一如外界的猜测 签下了新广场协议 他愿意让人民币升值 换取美国这最快一大市场的确保 而当人民币竞相升值的时候 我们更关注的是 台湾如果不能自免于事外的话 那么台股会不会因为热情的涌入 重启另外一场资金派对 谁获利 谁受害呢 好 再来看到的是今天 两岸的生肢类股真的是热闹滚 我们先来看到在大陆的A股 即将迎来的是号称医药界的阿里巴巴 耀明康德 那么他来进行一个IPO回A股 来进行挂牌 那么他在香港的一个子公司挂牌 短短半年就已经飙涨了四倍之多了 50天的闪电过关 看起来掀起了不少在大陆的医药相关类股的比价效应 而在台股部分最近的生肌题材也是热闹滚滚 大抢的是人民币财 从美容通路的立峰 玻尿酸的双美科研 还有近期的墙长 有业绩有题材 这股价今天帮你找找 还有谁落对呢 另外我们今天还特别请到了一位来宾 他今天他是从以往返两岸的医美的顾问 来带我们亲身经历 告诉我们说 现在在大陆的一个医美商机到底有多惊人 你相信吗 一个年仅20岁的小妹妹 竟然愿意先砸台币150万进行全身大改造 这块市场大笔有多甜 等一下告诉你 真是不来电 我们看到是核二的二号机 才刚刚并联发电短短六个小时就跳机 我们要看到今天在台股盘面上的缺电题材 仍然是主题 今天就来看到的是台股当从苹果的手机 变成矿机 矿机变风机的时候 缺电题材正发烧 我们就要来看看 在风机这个题材里头 还有哪一些是在比价效应之下的遗珠 我们能够进一步来追 现在欢迎四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新闻网的讨论 欢迎大家来 好那么一开始呢 我就要带大家来看到 川普掀起的全球贸易大战 原来关税不是主战场 主战场在哪里 居然是货币 为什么这么讲 一切的推论 要从这全新签订的美韩FTA来看起 我们来看看 文在寅 韩国他让了四部 换取了韩国钢铁进口美国 能够继续被豁免 不会被咳中税 我们看到让四部 前面三个黑猩猩我们跳过重点在最后一条附带条款里面 不得进行货币竞争性的贬值 换取要说大家都知道将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 这一条会不会是川普加租在南韩身上的紧箍呢 更重要是我们要问这会不会变成了样本 南韩签了下一个要签的是谁 说也奇怪 中国是不是闻到了这个味道了 在中美贸易大战如此敏感的此刻 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人民币 整个短短的上星期五 这个礼拜一 这个礼拜二连续三天 人民币就放手让它升 短短三天 人民币升值了1.4% 创下了2015年811会改以来的新高 换句话说 这个会不会是习大大现在是说 我放手让人民币去升 去累积 接下来跟川普进一步谈判的筹码呢 大家等着看 但你觉得这样升够了吗 高盛认为还升不够 高盛的最新报告说 因应中美贸易局势的紧张 或许中方可能会阻止人民币的贬值 事实上在这个曲线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们更进一步预测 未来12个月 人民币的汇率可能要升到6.2% 换句话说 还没有碰到天花板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就要来看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变成了所谓的中方进而去签下 所谓的新广场协议 蔡总带来看看这件事会不会发生 发生之后对整个亚洲 乃至于台湾投资人的权益 会带来什么样的好的影响吗 还是不好的影响 我们唤醒大家的记忆 在1985年9月22号 纽约广场欢店 当时全球的五大工业国 美日英华德 在这个地方签了广场协议 当时的这个主角 就是这个雷根政府的财长贝克 在最中间 他瞄准的对象是日本 这是日本的财长竹夏登 那这个广场协议签 最主要的精神就是说 其他四个国家的货币 对美元开始怎么样 升值 那升值就是要减轻美国的债务 对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讲到雷根总统 他是一个典型自由贸易主义的 但是没办法 1983年的时候 他去访问日本说 你们给我做三件事情 让美国可以进来日本 金融准入的条件要放宽 利率要自由化 更重要的日元要国际化 但讲归讲 日本就不甩 这时候来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担任美国卡特比勒 卡特比勒就是开拓重工 全球最大的挖土机的公司 这是CEO李摩根 李摩根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 认为说我卡特比勒的东西 是最好的 但是怎么卖不过 日益卖不过 小松制作手 为什么 因为当时 美元跟日元的汇率 一块美金 是240块日币 但是李摩根是说 应该合理200块 那这意思 240跟200块 什么意思 日元贬值 日元压低 压低了以后 对日立的产品 那不是很有国际竞争力吗 管你卡特比勒多厉害 你品质多好 我就是用汇率 把你的产品给打垮 李摩根找那个律师 把这个报告书 全部写起来 美元跟日元的矛盾 我写完以后 跟国会议员游衰 游衰 来 总是要给我立法 给我表态一下嘛 所以不堪这个国会的压力 雷根总统就同意了 同意的时候还有一个插曲 因为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是怎么样 帮助日本的 对不对 高高在上 对 只有这一次呢 贝克就跟竹下灯低头 先跟他讲 拜托你们一定要 这次一定要帮我们美国 否则我们已经快撑不下去了 那日本那时候两害起其心 你假如日元贬值的话 老实讲 日本一定出口受影响 这个经济的常识 对 日元升值 日元升值 他一定受到经济的影响 但是他为什么要升 因为他不升的话 他会失去美国市场 因为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 所以贝克本来是跟竹下灯说 拜托你给我升10% 竹下灯说没问题 升20%都可以 一下子就启动了 你看 广场协议之后 我们看这个日元 在一个月内 三个月内 六个月内 十二个月 说到做到很快 没有跟你拖的 你看 强大的升值 哇 这个升值弧度非常大 一路狂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当日本的汇率升值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日本的出口 蓝色这一条 就开始从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 啪 一路往下 出口有没有受影响 一定有影响 而且后来有人讲 这个就是日本停滞10年的始作俑者 听到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30年前 30年后这个广场协议 30年前美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 日本现在换场的中国 也难怪现在媒体上大家在热议说 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新广场协议要出来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我们眼睛看到的是 关税大战 会不会其实骨子里要打的是货币大战 对啊 同样是共和党的总统啊 对 川普要学他的这个最静养的雷根啊 只不过呢 当年对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的国家是日本 现在换成什么 中国 所以他先从这次南韩的FTA先练兵 练完了以后 你不要忘了 中美贸易战开始要谈关税 未来要一连串漫长艰苦的一个谈判 谈判了以后一定会把这个 这个人民币要给我升 一定要附加下去 是 但是有没有效 不见得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日本的制造业100% 都在日本来本国投资 所以他是真金白银的 出口到美国 那我现在美国用关税 用汇率来打压日本的话 打的什么 打着非常实在 对 但是中国不是这样 中国是以组装出口 结果他半成品关键的零组件 原料都在海外 什么意思 我们看这张表 这张表是2016年 中国对美国出口前十大的厂商 我告诉大家 八家是我们台湾 一家是新加坡 伟创立 另外一家是美国的戴亚 再看进去 第一名的是洪富锦郑州 一看就是谁的 洪海嘛 郭董的嘛 好 达宫上海 林百里的广达的嘛 昌硕 这个是河硕啊 民硕 这个是什么华硕啊 仁宝 都是这些公司啊 所以问题是怎样 你这样都算在我中国 算在我习近平里面 不是人家是台湾的 对不对 而且我们回头讲 这些公司都是什么 这不就是苹果吗 苹果供应链吗 所以你假如真的把它打下去 用汇率打下去的时候呢 能不能打到中国 不见得 打到谁 打到台湾 然后回头再打到苹果 对苹果来讲 也没有好处啊 所以呢 要动用这一个的话 川普要仔细的这个考虑啊 好 所以我们特别来留意一下 就是说 未来中美贸易大战 可能未来打的是在 他们的汇率战这一块 我们就怕 哇 连接好几层 结果台湾的厂商 反而是无故受到了无望之灾 但是我问一下 未来的货率会不会想会怎么走 当时候的预言 开始出现了狂生的一个格局 那么在亚洲货币市场 这样的一个协议下去 又会掀起什么波澜呢 好 听见 货币战争 刀光剑银 但是呢 有机会 也有威胁 我们先讲一下 美国的这个政府是在1988年 发布了一份报告叫 主要贸易伙伴外汇的政策 点名了喔 他1985年是先点了这个日本 接下来 台湾 南韩 你们的汇价偏低 央行直接干预 资本管制 什么这样 你要干什么呀 你也要升职啊 你以为说 那些本事也在美国的黑名单上面 对 一步一步不来 那现在问题就好 我们就担心了 现在点了人民币以后下一个 我看台币也跑不掉 你不要有这个历史的经验嘛 再过来我们看 你看喔 在1985年廣场协议的时候 我们台币是一块美金 40块台币 然后呢 他已经从升到了28.4% 这一波已经升29% 报告是1988年出来以后 再升 多很 再升 所以最后你看 在民国80年代 台币升到25.5% 升值总共达到49% 但是49%你说 好像比不上日本的83% 比不上希德的马克53% 但是我们国家小欸 升这样快50%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们的出口 你看在民国八年代 纺织 鞋类 皮包 家具 对 受不了 要不然你就关 要不然就怎么样 外移到中国 产业就出来 但是有一个地方 像沙一样 闻到那个血味 全部都进来了 是 台币升值 乐钱效益 是 开始投机 你知道吗 投机你看这个股市 因为那时候我刚进入股市 1985年的时候 股票只有六百多点 六百三十六点 是 全部进来 有人就说这是台股 有史以来最邪恶的第五波 600多点 涨到一千点 你觉得涨很多 不行 再涨 你两千点不行 一路涨 涨涨 涨到一万两千点 1990年 涨多少 十一倍 人生一辈子看不到这一次 所以你说对出口产业 真的是很大的威胁 但是对股市来讲 好高兴 来一个什么 资金的投机行情 当然最后的关键是 投机的时候 你有没有赚到了 搞不好是赔钱的 为什么 你低的没有买 你高的时候来追 但是今年的情况又有变化 台币今年升了2.28% 韩元只有升0.1% 所以假如说这个美国跟南韩的FD TTA重新的修订 要让这个韩元升值的时候 其实台湾不见得从这边抢到订单 我想我本来就升得你多 对不对 但是人民币升了3% 人民币今年升最多 所以在我们刚才讲过 在中国设厂 然后是出口为导向的 今年人民币升幅比台币多的话 他们会内伤 那蔡总我们就继续扣着汇率来做观察 因为我们之前就曾经从 股市的一个盘面走势 特别留意到 最近不管中美贸易大战怎么打 汇率市场却是平淡无波 而且整体 目前以来还是走一个走升的格局 从去年台币一路的升 升到今年看起来 还没有停止的状况 也让股市一直 想要在11000年附近寻求支撑 所以现在如果说 台币继续再重演历史的话 那这些行情不得了了 邪恶第五波再继续来吗 不得了 我们就以今天来讲 今天来讲 外资大卖125亿啊 盘还涨啊 真的看不懂啊 对不对 这显示什么 大家觉得邪恶第五波 再这样搞下去 汇率的战争台币升值的时候 可能资金远远不断的进来 我们给各位看 集中市场跟店头市场 今天高挂涨停的股票 何方神胜 你看斗的题材 中钢购 四季钢 风机 金益科 宝瑞 矿机 然后信辉 永运 生技 所以今天这些股票 要不然就是前阵子挖矿的矿机 要不然就是现在最夯的 风力花电 甚至生技的股票 这些股票都确实的被怎么样 大家在掌握 内资这个外资基本上都不会买这些 对 外资你去做你的全职股 我不管你 你卖超100亿 我照样给你拉 我们的内资锁定的这些股票 所以邪恶第五波已经到来了 未来有题材的股票 恐怕是大显身手 好 非常谢谢蔡总 蔡总已经帮我们打名牌了 现在邪恶第五波 你有没有办法从当中 赚到一些新的商机了 那我们刚看到了 从今天盘面当中最热的一个题材 除了在风力发电之外 还有一块就是很明显就是生技股了 好 生技股我们看到最近不只是台湾 两岸都是热闹滚滚 走什么新题材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家公司 家公司台湾人可能有点不太熟悉 但是在大陆赫赫有名 它号称的是医药界的阿里巴巴 它叫做药明康德 本来大家都认为 从FII闪电光速IPO之后 开始回A股要挂牌之后 下个上次我们讨论过 非常有可能就是宁德时代 没有想到杀出了一只黑马 它就是药明康德50天闪电过关 它也是中盖IPO回A股的首例第一人 它在做什么我简单讲一下 它做的东西叫做CRO跟CMO 也就是如果你是新药厂 我可以跟你来合作研发进行生产 甚至到后端 它可以帮你做制造药品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点点像是一条龙的服务 它的客户大有来头 在包含美国的辉瑞啦 强身啦罗氏等等 都是它的前五大客户名单 它在这个行业当中全球排名11位 在大陆当然是首位 其实它在2007年就已经登陆到了纽交所了 其实它在过去呢 这个是蛮风光的 而它的子公司要名生物则是在去年的下半年 登陆的是香港的一个股票市场 你看看喔 短短半年的时间 股价从20几港元涨到了80几港元 真正涨了4倍 从它在香港的一个挂牌很明显看到 其实它带动了是在香港的生衣股的 相关的一些比价行情 而且它也拉高了很多的一些本益比 所以最近呢 其实蛮多生衣业的一个资金 开始都流往香港市场 所以我进步呢要请阿中哥带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在台湾的一个生肌肋股 涨这些美容啦 医美啦 保养品啊 其实让大家看到一个这个相关的商机喔 现在道路的内需消费市场起来了 我吃饱了我穿暖了 女生男生开始爱面子了 这一块商机多惊人啊 没错啊 我们给大家先来看一下个人护理的消费 在中国的这个成长 到2015年14年15年 这边曾经下来过 可是这现在是逐年在上升 对 所以你看得出来 这个在中国市场绝对是上升的 可是谁看到了这样的商机 最厉害的是谁 明星 所有的明星都看到了 我们最有名就是我们台湾的林瑞阳 对不对 林瑞阳原来是做什么 做房地产 对 做房地产做到垮了 后来去做什么 做美容 做美容 他现在做的有多夸张 好我们就第一个来讲一下 他去年在台湾 说他要进军台湾 所以他的违商 他做违商就是我们所谓的直销 他从大陆一路杀回台湾来 你看这个2017年 他的违商大会是包整条船 海洋 海洋量子 这艘船做多少人 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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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的移动城堡 海上的移动城堡 然后呢 好 他现在全部的违商有多少 118万人 好那会员数有多少 有300万人 号称有300万人 他说啊 可是大家搞不清楚 他到底投资多少 因为他没有上市 他不透明 可是他说他一个月发薪水 要发12亿到13亿 那这两天呢 他又签了一个合约 这个合约是干嘛呢 他买燕窝 买哪里的燕窝 买马来西亚的燕窝 那1000千多少 10亿人民币 就50亿台币 很大手笔 结果大家都吓到了 对不对 结果保护动物的也出来了 好保护动物说 你们怎么去吃燕窝啊 好可是他看的是什么 他觉得很多的燕窝 养殖的燕窝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保养品 让大家吃进去 那所以他看到的这个商机 于是有很多的明星也都投资他 好那可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 你就知道说台湾人好像在中国做直销 做保养品做得很厉害 但是真正厉害是刚才听杰倩你讲的 利丰 利丰才是真正厉害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利丰 利丰我们过去要讲 叫克利提娜 好这个在中国非常有名 好那可是这家公司在中国的成长 其实我必须要讲 他根本 这家公司是我觉得是最标准的台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跟着中国的政策一路走 而且是中国台出来 用这家台资背景的直销商 立抗美国的直销商 好我们来讲一下他的故事 事实上中国的直销 开始发展是什么 是我们刚才讲中美贸易对抗 中美贸易对抗 我们要回溯到20年前 1997年 90年代 那时候美国的直销商就准备进军中国 那时候谁 安利 如新 这些大的直销商要进军中国 可是中国那些都是小的公司 对 根本站不起来 所以可是 美国就用这个拳头逼着你说 你们要加入WTO 你要加入 对 你给我让我进来 于是开门了 所以从那个时间点 这个安利啊 这些直销商就在全中国开始扩散 赚了非常多钱 可是中国并不是随着中国的经济 在复苏 在起飞以后 他发觉不行啊 等我经济再上来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看到了这个未来 可能的消费商机 他说我继续让美国人这样赚还得了 我要扶植谁 我们的这位 这个克利提娜的陈武刚老板 他就看准了这一点以后跟他配合 好那这个1997年的时候 他陈武刚第一次拿到了直销商的执照 可是那时候他倒霉 他买到了这个直销商执照以后 他马上做了一件事 他马上在上海松江买了一个工厂 他准备自己做保养品 自己来卖 结果政府马上把直销商的牌照 全国冻结 全部取消 为什么 要开始对这些美商开始要做整顿 他们不希望美商继续在中国做大 所以他们开始整顿 哇 这下惨了 他买了一个直销商执照 结果现在马上 然后又做了一个工厂 什么都不能做 对 结果他很厉害 他马上想说 那我不能做人的直销 我可不可以做店面 马上他把他从直销商转成店面 所以他开始去开发店面 转弯转的很快 转弯转的很快 就做美容店面 一路就做店面 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这样一路做 哇一下不得了 到2005年的时候 中国开始又改变政策 他要开始扶植中国本土的直销商起来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条件 他说你们要做直销商 第一个股本至少八千万人民币起跳 谁有钱 陈吴光有 因为他克里提纳在那几年间 他用店面的销售的模式 他真的慢慢做起来了 好所以他有资本 再来他要求你们 你们如果所有的生产的 卖的这个东西 你必须中国做生产 他上海松家厂刚好有这个 第三个是最狠的 他跟你讲说 我们不发全国性的执照 各位你要拿执照 请一个省一个省来拿 这个是非常困难 因为大部分的直销商 他们不会一个省一个省去拿执照 所以就变什么黑牌 那政府要取缔你的时候 你就惨了 哇陈吴光就一个省一个省的去拿 他总共二十几个省 每个五百个城市 全部的地方的执照 他全部拿到手 所以你就看到这家公司在中国 可是完全符合政府政策 一路这样上来 到了2014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关键了 各位看一下2014年 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 中国政府开始强力取缔 外国的直销商 对美商开始下手 如鑫 各位记得如鑫这家很有名的直销公司 那年股价跌80% 贺宝福跌80% 全部都是因为在中国市场的撤退 对人民日报连续写三天的设论 修理你们 人民日报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觉得好像 中国政府的这些动作 这几年你看到动作 事实上14年15年 他们就这样对付 这些美国的直销商 那些股价暴跌 这个时候陈武钢的公司快速发展 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个 那他的发展2015年之后 他在台湾也开始发展了 好不得了 大家记得吗 信义区有一个克林提纳大了 那一栋好霸气啊 好一楼你知道是谁吗 一楼他租给谁 中国银行 所以他是中国银行的房东 好吗 而且那几年14年15年1615年 在民进党执政之前 国民党那一段时间 只要是这些对岸的高官来台湾 第一站就去克里提纳 在那里他们建了连战 像上海的那时候的市长韩正来 也是都到这个地方 所以克里提纳 俨然就是什么 就是两岸的一个高官 还有政策的一个代言人 不过讲到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更好奇 那到底在中国的医美市场有多大 我们过去讲说 很多的所谓的陆客团 其实都来台湾做医美 对不对 我要来告诉大家 原来现在台商参与 或者是抢赚人民币 医美才姿态不一样了 武器不一样 形态都不一样了 我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医美顾问谢佩勋 谢总监 我欢迎总监来跟我们说说 我们不知道的台商参与 大陆医美这一块 你来告诉我们 原来说到底 大开医美水龙头活水的 是习大大呀 大概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代理 我们的一个咨询师 他谈到一个案子 那他这个龙乳的部分呢 在台湾应该 在市面上应该是 20万台币左右吧 台币上下吧 对 上下吧 我们这个单呢 谈到了100万人民币 等于是龙乳一单 是100万人民币 是没有错 等于说台湾人坐龙乳 20几万 他来台湾坐 他在大陆 在中国的医院坐 我们喊价喊到100万 而且这个客户是马上成交 那么庞大的商机 听说有一个21岁的 Angela 是的 哇 年纪轻轻才出社会 搞不好 他没几个钱 其实现在在北京 还有上海一线城市 他们非常了解 因为现在网红的时代崛起嘛 平均他们中专毕业 就是我们的高中毕业 他们都非常有概念 他们想要先去贷款 他们贷款二三十万 他们先来投资自己 改造自己 对 21岁平均负债都是 20万人民币以上 就差不多百万以上哦 对 我去年在我们的一个 童业里面 我们有一个文绣师 他来台湾学了这个文绣 回去之后呢 他因为我们的包装之后呢 他觉得一次的文绣收费 是两万块人民币 就是我们台湾人的文媒 一次是两万人民币 他回去一个月 就买了一台宝马 一条龙 我一刚开始有先告诉大家 整个姿态是不一样 去抢赚人民币 这一条龙 你可以跟我们行诉一下 里面必须要哪一些组成 你才构成战斗团队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 台湾的医疗团队 就是说台湾的咨询室 台湾的医疗团队 再来就是说我们在大陆 我们必须要有熟悉的一个业者 熟悉通路的业者 还有手上 主要是手上要有一些客户端 要有客户 然后就是这样子来做配合 就可以来做这个一条龙服务 我觉得非常可观 不管是从医师端 从医疗院所 是台湾的一些美容产品 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 现在大赚这个人民币 财经成为了一个趋势 也难怪最近盘面当中 好像生技股 开始在热这些医美题材 新副歌带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过去生技股 热闹滚滚有一波 接着一波的味道 包含了从之前第一波 终于的新药开始动 后来涨到 大家去找题材的医材 现在换医美 今天非常的疯狂 他们走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大赚人民币 结果他们这一波 狂飙的最主要原因吗 但是如果说就 有获利有营收的状况来看的话 第一个将医材 或者说像这些所谓 医疗美容的一些概念股 其实近期的一个表现 也非常的好 那目前的一个领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是跟医美相关 像利丰 这个刚刚已经有提到 是做这个克利提纳的 这个美容通路 今天还创高 对还创高 那创高之后才拉回 那像左登 他也是走这个品牌 佐丹尼斯 佐丹尼斯 这其实台湾 如果说你在这些路上 有时候看到坎棒上 也有这个招牌 那另外呢 其实在中国大陆 比较夯的 可能大概打美白针 打玻尿酸等等 这些都有 或者说像百炎 百炎 其实我觉得 他题材上 当然非常充足 因为他同样是这个 所谓克利提纳集团的 其中之一 你看 我把他去年的EPS抓出来 去年百炎 他赔了三块多 赔了接近三块半 可是呢 他居然股价今天是七十几块 代表其实 大家对于中国大陆 这个所谓医美的一个 所谓商机 想象的空间非常大 那甚至呢 随着利丰的这个店 一路的开 那当然 他的一个所谓相关的 这些直销的 不管是保养品 或者说是一些美容商品 可能就会卖得非常好 所以即便他去年是亏钱 市场上的热度 还是非常的高 那当然这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像他的这个利丰的一个 因为利丰我看今年应该有机会先看九块钱嘛 EPS 那现在市场还给他更高的本益比吗 对没错 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这个当然人很多了 那现在他们慢慢开始这个赚钱起来之后 当然还没吃饱之前先吃饱嘛 吃饱之后呢 你就要想过更好的生活 把自己这个打扮的更好 穿的更好 那 没有现在反过来 先打扮自己打扮的好 再去吃得饱 对没错没错 先贷款来 是是是 那特别是这两三年 这个网路越来越发达之后 有很多的网红 那其实过去你可能 要这个上电视台上春晚 可能哇很努力 可是现在呢 我自己直播弄一弄 说不定点阅率破百万 一下子就红了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这个门面上非常注意 甚至呢 有机会这样一炮而红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整个所谓美容医疗 这些相关的商机就非常大 那像立峰 你可以发现呢 其实他的股价 大概在今年 应该这样去年大概11月的时候 股价大概在100块出头而已 到今天盘中创高 已经大概涨了快 已经有100元 大概涨了一倍 从100涨到200 涨了快一倍 那当然这段时间呢 你看哦 投信呢 也是有默默在布局这档个股 而且他买的点 很奇怪 你看他买了后面涨一段 出掉之后这段拉回休息 然后最近呢 又开始买之后 今天又创高 又创高 那我们再来举一档 也是相关的 跟这个所谓医疗 美容相关的 就是这个175的南光 那南光的话呢 其实你看他的K线 其实他如果 我们又抓的时间是一样的 他相对来说 他还没有过这个高 那这家公司呢 其实也是台湾 非常老牌的一个 所谓政绩厂 成立已经超过了50年 那他的老板 其实也是本科 他是北医的这个药学系出身的 那他是一个女的 然后他后来 嫁到台南的一家老药厂之后 把他经营的非常不错 而且呢 目前他已经南光 已经通过了美国的FDA 还有欧盟的这些相关的 最新的制药标准 也是第一家呢 出到日本的增济厂 而且现在也开始 在中国大陆跟东亚南布局 那我觉得他一个重点 就是说 如果大家有在关注 这个美容讯集的话 之前呢 这个大S 大S有出过一本这个美容书 美容书 他在里面呢 他就有提到说 女明星 最不需要让人家 知道的秘密就是什么 你怎么美白呢 哇 在看起来呢 亭娟怎么看起来 白泡泡 用的秘密 一白要遮身丑啊 对 没错 因为传统华人的观念就是 你只要长得白 其实呢 看起来就好看 那当然你问女明星 多数人都讲说 没有啦 我就勤插防晒啦 或者说出门 太阳大我戴个帽子 可是呢 大S在他的美容书里面讲 我告诉你 女明星都是在打什么 美白针 那美白针的话 其实我 我有特别上网去查中国大陆 像在微博上面 很多人就在卖 南光的那个 这个美容真的一个套组 一个套组 而且呢 我觉得 中国大陆在卖东西很好玩 他还怕说 你这不是买到仿的 他除了把那个 就是药瓶一瓶一瓶摆出来 他除了把那个包装拍出来 他连那个外面那个箱子 那个瓦瓶紫箱 都把他拍起来 说这我就台湾来的 台湾南光来 你看这个品质最好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东西 对于中国大陆 特别是华人女性的市场 就像刚刚婷娟讲的 一白遮三愁 所以这个需求是非常大 那下面也来看 你看这个投信的买超 他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开始这个买这个175的南光 而且中间他目前还没有出 那你如果说 对照他现在买的交位 大概在这里嘛 这边买比较积极 这样对过来 其实他还在投信的成本区 也就是投信他大概 还没开始赚 甚至呢 还在他股价目前还在成本以下 那现在看的就是说呢 第一次来碰这个年线的位置 没有过又压回来 那今天 这两天你看到他都是涨有量 开始要带量来突破年线 如果说 让他正式突破年线的话 应该就会来挑战这个新高 那我觉得今年 特别是呢 在医疗市场的一个蓬勃发展 医美市场 现在越来越多网红的市场 其实美白也好 或者说打玻尿酸也好 这样的一个市场 其实呢 坦白说还有人说过 什么钱最好赚 女人跟小孩的钱最好赚 这个商鸡呢 我想其实 应该还是会越来越大的 好 谢谢幸福 我们再来看看 会跳电的鸡才是好鸡 你信不信 我们要来看看就是 在争议声中的核二厂的二号鸡 终于在前天来并联发电 可是只有短短六个小时 他居然跳电了 那我们更担心的是 这个暑假我们怎么办 继续过着天天担心受怕的一个情况吗 我们先来 整个事发的核心的基础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大家看 黑色的框框呢 就是我们讲的核子反应炉的所在 在这个地方 把水煮沸腾变成了蒸汽 沿着这个管道进来之后 蒸汽要去推动涡轮发电机 昨天为什么会跳电 就在于这个红色的小箭头 他正在进行测试 测试进到涡轮发电的气压 稳不稳 能不能做一个更有精准度的控制 结果呢 这个气压忽大忽小 像是水龙头那个水忽大忽小 结果最后这个发电机 基于安全的理由 他自己决定 关掉了整个机组 不再作动 就是我们外面看到的跳电了 因此我们要来看到 这样的一个跳电过程 短短只有六个小时 换句话说 本来期待透过二号机 核二的这一部机组 能够缓解缺电的危机 看起来我们有的 等了有没有时间点呢 对不起 今天晚上国外的专家到了之后 先诊断把脉再说 没有恢复的时间点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核二的二号机 被形容是全台湾 全国的核电厂 那么多机组里面 最可怕的一个 此话怎讲 我们给您看看 不要说远的 就来看看2016年 这个时间点非常具有代表性 因为它已经 碎修完成 应该要恢复供电的时候 结果就在那一天呢 准备重新启动 35分钟之后 跳机了 为什么 原来问题出在 它的避雷器 避雷针 用了35年 烈化掉了 这个是核电史上的第一遭 这一次脸丢大了 之后 当然是不能发电 但是每一个月 你都要重新去取动 要去确认冷却水的马达 是不是能够正确的作动 讲拍子 到了2017年7月13号这一天 它又给你出现了线圈过热 这很危险 今天如果这件事真的在正常作动的时候发生 你水没有办法正常冷却的话 一直过热 一直干烧 后果是不堪设想 当然第三次 并连六小时跳电 就发生在昨天 所以当人家说 核二的这个二号机 是最最危险的一部机组 我们有冤枉它吗 并没有冤枉它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 到底我们的夏天 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做进一步的限电 让我们过着苦日子呢 因为大家很怕 这次的一个跳电问题 修好之后就不会再跳了吗 大家心中都没有办法进行拿捏 而且你看到了包含了现在才四月份 开始亮橘灯了 五月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开始 最近大家有感觉到天气变热了 宫电真的会像大家讲的 不用烦恼 就是都可以安心了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盘面当中就说实话了 看起来风电鼓就趁着核二号机的一个 跳机的问题 再度不断电的继续往前冲 而且很明显看到 这次的领军带头冲的 就是3708的上尾头控 你看波段已经从二月的67块 涨到今天还创高117块钱了 二月份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还记得吗 盘面上最热的就是挖矿的相关概念股 当他们热度开始进行降温的同时 反而在上尾有点接爆矿机的味道 由攻击由它来带动往前冲 包含了外资近期才在买喔 而且到这两天才开始投信 跟融资都跳进来 后续还有我们机会继续往上冲 我们整理了一下 波段上尾就大涨了74% 世纪刚才搭上了风电的题材 涨了七成之多 另外外资还包含了一些法人同步在买的 除了上尾之外 另外两档帮大家抓出来是台船 还有华晨这些都是在波段开始很强势的风电股 在搭配上还有法人进行买超动作的 我今天不要请阿中哥持续带我们来做关注 因为其实现在盘面当中还是资金行情 而且投机的一个热度还是不减 开始这种风电的一个概念股持续 这种一跳电它就涨一下 一有一些环保的议题它就涨一下 未来不可小觑多少题材在里面轮动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政府 因为政府的政策已经告诉你 就是说我们要把核电停掉 然后要用太阳能 要用绿电用风电来替代 那所以你看到的最近 你看到每一家风电的公司 都抢进台湾的市场 现在可能未来十年或五年之内 大概全世界最厉害想要投资风电 大概就在台湾海峡 好那台湾海峡我们第一家来看的公司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上尾 好那这两天 他就跟西门子做了一个合作 好然后再来我们看到 还有一家叫海龙风电 海龙风电它是什么 它有一家公司叫新能 它的一个股东叫新能 新能做什么 台电现在有的风机的维修 这家公司主要它在做 那它是台气电转投资的 好那所以你就知道说 每一个人其实都跟台电 有某一些策略联盟的关系 好绿电更厉害了 它总共要投资多少 858亿 要融资500亿 那它背后有谁 有日本的顽红 还有台气电也在里面 最重要是什么 他们要投资彰化外面的 这个叫海峡风电 那为什么会有海峡风电这件事 我跟各位报告 大家有空的话 上一下彰化先政府的网站 彰化先政府说 这个福建有个五宜山 台湾有个玉山 所以这个东北气风 一吹过来的时候 在五宜山跟玉山 两个一夹以后 哇那个风啊不得了 所以在全世界最好的风场 就是我们的台湾海峡 好钟哥哥我们看到 这个三大大联盟形成了 其实他们终起目标 共同一个就是让风电 能够在台湾在地化 落地深耕 这么大联盟 应该有很厉害的 狠角色 有一些过人的技术 你挑一个来跟我们介绍看看 好那这里面 我们就特别来看一下 大雅电线电缆这家公司 大雅电线电缆 大家过去都认为 它是一个传统的电线电缆公司 可是这几年不太不太一样了 我们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是大雅电线 他们现在大概2016年年底开始 他们在八斗子 就基隆外面的这个八斗子 他们做了一个叫什么 动态电缆的这个实验 它这个跟工研院合作 什么叫动态电缆 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电缆 大部分是固定电缆 就是我们中华电信 我们要拉这个海缆 就是埋在海床下面的 这个固定电缆 可是他们现在想的是什么 以后我们有海上风机 海上的风机 你要把电传回陆地 那这个固定式的海缆 是埋在下面 那我这个上面的这个风机的电 要怎么样传到海缆里面 拉出来 我势必要有一个动态电缆 这个动态电缆 大雅电线电缆 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 结果2016年的10月 他们把这样的浮动的海缆 各位你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浮筒在这里 所以你从风机把电输下来以后 他用这个电线传到固定式的海缆 就连出去了 那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就厉害了 为什么 第一个 根据他们的测试 他们放了两个月 为什么挑这个冬天 因为东北季风 台湾海峡的海向最差 他把他这样放在这个大概 这个从海岸往外面 大概20公尺的这个海面上 他说他们最高测得的那个波浪 那个浪高是8公尺高 所以当一个大浪打过来的时候 你这个电的还能够撑在那个地方 你能够随着海浪去漂浮 然后不会断裂 所以这个就有一些技术 所以像他的这个折点 我们看到这个每一个海温折点 他上面有一个夹的器具 他大概可以转150度 所以让他在这里面 可以有一个控制 那我们再来看 每一个这个夹的点 下去了以后 你最终要跟这个海底的固定电纜 要接上 好那这个每一个接缝 都不能有任何什么 要防水 所以你就看一下 他的这个电纜的 这个放在海里面的这个电纜 这个电纜 好他最重要是什么 要有绝缘 所以他不能有任何的水渗透进去 因为水渗透进去 整个讯号就全部挂掉了 所以他们放了两个月以后 讯号完全正常 所以他们这个里面都有放GPS 所以传回来讯号完全正常 代表这个实验已经成功了 好非常谢谢中哥 我们进步带大家来做关注的是 其实从我们上次讲的上尾 对 他的一个风机的一个技术 但我们今天看到大雅 这个也很厉害 很厉害 这水底的一个动态电缆也是一个独门技术 那我就要从股价上请蔡总 帮我们持续来看 因为这波领军带头冲的上尾 有点扮演像是矿机的 汉讯的一个角色 这整体的一个族群 还有在攻的机会吗 没错 其实这个上尾 包括老板的故事 我们节目是最早来讲的 我把它算一下 我们讲的那一天到今天收盘的涨停 117涨40% 当然他今年的一二月是整理的 那去年的话涨了差不多13% 但是就从三月份开始这个大涨 因为到这个明天 就是封电的临险名单是截止的 那四月中旬会发布这个名单 就开始如火如荼的推动了 那上尾的股价你看 这样一路的这个狂奔之后的确 现在就是风机里面的汉讯 那当时我们回想一下 两个月前我们就讲说 手机不流行讲矿机 那时候的股票很容易怎么样 不是一档涨停 好几档涨停 观众请注意 今天风机有六档盘中涨停 那种味道很像 两个月前的矿机 当然会产生比价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阿中哥讲的大雅 他是国内唯一拥有水下动态电缆技术的 那他公布财报了 他今天也公布了2017年的EPS 0.83 创下了十年来的性高 这个引力成长了15倍 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说他也有生计 他投资今年第一标股 生计第一标股就六四七亚的宝瑞 30块标到100块 他持有他6%的股权 所以他横跨了风机跟生计 但是因为他去年有涨了一波 然后压在这个16块整理 今年大涨以后 今年也不过涨了差不多8%左右 所以他会产生了一个币价效应 好那所以我们来看 因为政策利多题材之下 其实大家都在看风电股还有谁 有机会进行落后补涨 很多在今天涨上来之后 还有谁接下来有机会 对啊 今天我们看一下 包括了这个尚伟涨停板 四季钢 中钢购涨停板 到这边这个永贯KY 让灯涨停 划程电机也是涨停 所以已经有那种族群的味道 那观众来选择一些风电的供应链的话 要把它分开 分成三大系统 第一个就是风机的部分 风机的部分是上尾是拿到最大的一个订单的 未来的量最大 那所以它是龙头 那第二个部分是水下的基础 结构这个部分 那这里面的这个最标的应该就是四季钢 四季钢的这个股价 这一波涨得最凶 两倍多 四季钢在这个地方 今天对中风供形成比价 第三个部分就是电力系统 就是大雅还有这个华城电机这些 所以这里面已经都出现了标股了 在风机的部分是上尾 那这个水下的基础四季钢 剩下的就是在电力系统 所以今天也产生了一个比价 我们看到这个上尾在风机的部分 找了永贯 永贯做铸件的来做结盟 它今天立刻被带动 这个股价也突破了这个压力点 其实在这次风电当中 也有国营事业来投入 除了台电 但台电没有股票 另外一个大咖的就是中钢 但是问题中钢的话 股本也太大了 大家就想说 跟中钢有关的中钢购 它跟四季钢一样 是做水下的一个基础结构的 所以今天你看 大家看到这个四季钢 已经再度的创下新高 七几块 这一波也是从十块上来 大家想说 中钢购的体质应该更好 但股价没有动 所以今天立刻出现了亮灯的暂停